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男带观音女带佛 很多人为了祈求平安啊 会佩戴一些佛像或者是御观音 但是佩戴佛像御观音也是有一定的禁忌的 某些佛像观音是不适合佩戴的 那么什么样的不能带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人在获得了新的御之后 可能会将自己原本佩戴的御佛御观音 送给自己身边亲近的人 一定不能佩戴他人赠送的御佛御观音的 因为御观音被戴久了 已经沾染了上一个人的气息 如果自己佩戴不仅不会有庇护作用 反而啊可能帮别人挡灾了 洗澡的时候不能戴 很多人因为比较怕麻烦 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摘下 佩戴在身上的御观音 但其实最好的做法是在洗澡前要将御佛御观音摘下 妥善放置 因为洗澡水呢是比较污浊的 所以会污染御佛御观音造成灵性减退的情况 从而影响对配主的庇护作用 因为有些御石啊比较珍贵 所以即使不小心磕磕碰碰 导致御佛御观音有裂痕 一些人啊也舍不得摘下 还是会选择继续佩戴 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御碎啊通常被认为是替自己挡了灾了 所以碎玉自然也就失去了庇护作用 继续佩戴呢 反而可能会不小心划伤自己了 有的人之所以一戴御佛就有灾 是自身的佩戴问题所造成的 要么呢是御佛佩戴的时间长了 没有被清理过 要么是御佛不慎沾染了血迹 影响了御佛的本性 建议啊检查一下自己所佩戴的御佛 若是发现了问题 请及时更正 未开光 佩戴御佛有灾的另一个原因是 此御佛并未进行开光 佩戴未开光的御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若是被自己周围的妖魔鬼怪得知 自己所佩戴的御佛并未开光 那么这些妖魔鬼怪就会附身在这御佛上 受人的供奉增强自己的能力 在过去呢有一个小村子 住着一个叫史镇祥的老汉 史老汉已经四十多岁 却还是一个光棍 一切都因为他佩戴的一块玉石 史老汉之所以得到这块玉 还得从他十岁那年说起 那时史老汉还是小孩跟着母亲去庙上烧香 一个老和尚见了他就说呀 这孩子长大必有姻缘结 却能被古玉化解掉 因此让史老汉的母亲结缘一块庙里的玉 当时史家颇为富有 史老汉的母亲就为儿子选了一块做工精致的白玉 老和尚就说了 夫人好眼力啊 我这玉是上好的羊枝白玉 市面上是埋不到的呀 史老汉的母亲为了儿子 就出大几百两银子买下这块玉了 给史老汉带了起来 临别时老和尚告诉 还是孩子的史老汉道 记住 将来你走夜路时 若遇到有人唤你同行 千万不要理他 否则有血光之灾 当时的史老汉 懵懵懂懂地记住了这句话 也就一直带着这块玉 转眼史老汉到了适婚年龄 他家却开始衰败了 等史老汉二十多岁时 他父亲和母亲先后去世 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就遣散了众多仆人 自己搬到一个小村里生活 反正他家中财富还够他吃喝 然而史老汉的婚事却是不顺 开始啊 自有没人上门给史老汉介绍对象 不过呢 他虽无所事事 但选期的眼光却高 试想啊 村野乡下哪有那么多美人啊 因此史老汉兜兜转转 看不上任何一个女子 不过有两次夜里 史老汉从朋友家回来时 曾分别遇到过两个容颜秀丽的女子 那俩女子也因各自的原因 在路上与史老汉搭讪 但史老汉尚记得十岁那年老和尚跟他说的话 让他在走夜路时不要搭理别人 因此他仓皇而逃 等到白天呢 他后悔了 再想打听夜间走路的女子 却打听不到任何下文 转眼之间 史老汉又大了几岁 他谋到一个管理粮仓的活儿 当时的粮官姓邱 名博伟 邱伯伟呢 有一个小妾王氏 是个风流俏家人啊 每一次王氏陪着邱伯伟来到粮仓 史老汉就眼巴巴地看着 恨不得陪伴在家人面前的是他自己 慢慢地 王氏有所察觉了 竟开始给史老汉抛媚眼 一天晚上 邱伯伟喝醉了 王氏悄悄来到史老汉的住处 开门见山道 我听伙计们说 你有一块古玉 可否拿出来让我看看呀 史老汉听了 就把脖子上的玉石取下来 送给王氏过目 那王氏拿了玉石继续观摩 史老汉就竹简倒豆子般地 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说了出来 语气里竟是对这块玉石的失望 王氏听完这些 也冷笑道 我从小喜欢玉石 还以为你这块多么稀奇 你竟是被别人骗了 这玉石啊 并不值钱 上面还被人下了禁婚咒 难不成你将来要当和尚 王氏说着 眼面笑了起来 那一平一笑啊 又说不出的魅力 史老汉简直被他勾了魂呢 王氏走远后 史老汉看着手上被王氏还回来的玉 一时恼恨不已 难道正是这玉害得自己打光棍吗 今天非扔了他不可 史老汉想着就走出梁仓大院 将玉石随便抛到一处荒地里 才又回到了屋 过了三四天 一天夜里 邱长官请大家喝酒 说他已升迁到别处 即日就会启程了 因此喝个渐行酒 大家一听这话呀 放开了喝 史老汉呢 也喝了不少酒 当天晚上 众人都去寻欢作乐 但史老汉惦记王氏啊 就提前回了粮仓所在地 半路上 一个容颜秀丽的少女拦住史老汉 说自己叫豆梅竹 因贪玩跑出家门 此时却崴了脚 想让史老汉做个好人 给自己找个留宿的地方 史老汉正愁自己没有姻缘 此时美人主动搭讪 岂有拒绝之礼啊 他当即背起少女 把少女带到自己所住的营房 当天晚上 史老汉就与少女 有了夫妻之时 势必两人一阵海事山盟 史老汉高兴的呀 心里都要开出花了 看来呀 自己终于不再当光棍了 起料是他的祸事来了 过了几天 史老汉在亲戚朋友 和伙计们的见证下 与豆梅竹入了洞房 谁知洞房花竹夜 两人没来得及亲热 豆梅竹的父亲和哥哥 就找到房中 豆老爷一看宝贝女儿 要嫁一个老光棍 不由地怒火冲心 上来要打史老汉 两人推丧间 史老汉无意撞了豆老爷一下 豆老爷当即倒在地上 郎中赶到之前 豆老爷呀就死了 这一下史老汉捅了马蜂窝了呀 原来呀 这豆家一家人都不是好人 豆梅竹也不检点 此时闹出人命 史老汉当即被豆梅竹的哥哥 扭送到了县衙 后来呢 史老汉因为欺负梁家少女 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 被县官打了个半死 接着被判死刑 跑在家中亲戚 帮他奔波走动 散尽他家财产 才保下他一条命 史老汉出狱后 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穷悍 连管理粮仓的差事也丢了 一次他与老伙计聚会 才听说那个邱长官和他小妾王氏 不知从哪里得到一块上好的羊之玉 因此发了家 邱长官呢就辞官做了商人 王氏也跟着他 两口子一时风光无限呢 史老汉听了这话 心里酸溜溜的 他想去找王氏讨个说法 但却没有路费 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从此他依旧单身 却没有人再愿意跟他 世事无常呢 其实是一种常态 是你必须要经历的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只要你不做亏心事 那么未来遭遇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无需惊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